这是新宗日报推出的美食探店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一个在古晋市充满历史风味和景点 也是一个美食打卡的餐厅 就是1886 Round Tower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参观吧 在我身边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1886 Round Tower的老板Damian 今天我要请Damian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1886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知道1886是一个跟历史有关系的 这个 Round Tower 1886是建筑在1886年 然后它的外形是像西方的古堡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为什么你会想要说把一个历史的古堡当成是一个餐厅呢 第一个就是想到可以帮助到旅游部部门 然后再加上又变成是一个主题 很好的一个主题 当你们跟这个政府就是旅游部接下在这里做餐厅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要求说你们必须要建立这个维物它古堡的原本而面貌呢 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这个当然是有 首先要感谢的是这个旅游部部门的部长 还有一个是博物院的一个社会 然后这个社会其实也提供了很多他们的意见 就是一定要根据当时候就是1886年的那个情况 就是尽量会保留到当时候的原本的样子 啊对对对 那么我想说如果说现在我要跟一个还不曾来过1886餐厅的一个民众 你会用什么原意来介绍1886来吸引它来这里做一做呢 这个啊就可能就是叫他们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历史文物 然后过后再跟他讲说有这样的主题餐厅可能就是去run power 或者是去okalos这样子走走 那我可以知道你们在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嗯接下来会可能会在这个Wall New Culture Museum 开一个新的也是西餐厅可能会比较很优秀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 也是一个可以让民众这个打卡的地点 那么话不多说现在就跟着我们镜头去看看我们1886 round power 有哪一些主打美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